专心致志 一天,孟子与人聊天,在谈学习问题 在学习态度和聪明不聪明这件事上,我讲个例子 一秋是全国有名的棋手 由两个年轻人慕名而来 拜一秋为师,学习下棋 好吧,欢迎你们 一秋一心想把自己的棋艺传授给他的弟子 所以讲课特别严重 一个学生专心致志地听见 而另一个学生思想早就很心理 恍惚间,他看见了一只天鹅飞 天鹅变成了一盘美味的天鹅肉 多么好吃的天鹅肉啊 好了,我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 下面是你们根据我的要求对异练棋 好的,老师 开局不久 就现分析 一个从容不迫的弓手 而另一个无从下手 不知如何对付 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学棋 效果却大不一样 是一个比另一个更聪明 更有才智吗 当然不是 这是学习态度问题 下棋作为技术不过是一种小技 但若不专心致志 也是学不会的 成语专心致志 由此而来 形容一心一意 聚精会神 是个孩子下棋错误的 有能不能成立心 各位看来 愿 未经愿法